OK,這次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個新的東西 就是大概我在一個月之前買的一個冷錢包 那這個冷錢包叫做SafePol 那它是跟币安合作的 那我是有個想法就是說 假設以後如果說我要存币的話 我應該是會將它存在冷錢包裡面 因為最近網路上有一些 什麼火狐狸還是什麼小狐狸 熱錢包被盜 那也有一些交易所負責捲款逃跑 聽起來都很恐怖對不對 那其實如果說你只有一點點錢放在熱錢包 我覺得盜還好 但不管怎麼樣都是錢 那如果你有機會的話 也可以嘗試一下冷錢包 那我個人沒有什麼特別的推薦 那至於說這個SafePol這一塊的熱錢包 其實它支援的幣種非常多 相對於它的硬體錢包 又是冷錢包也是一樣的 好,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來開始操作吧 好,那我開始操作我手機 OK,大家可以去那個 Google Play去下載這個SafePol這個熱錢包 你可以先不要買它的冷錢包 你覺得它熱錢包好用 你可以再去嘗試它的冷錢包 OK,先嘗試它的熱錢包 有點繞口 好,那我現在呢 因為這個冷錢包呢 其實我已經 我已經 我已經設定好了 那一開始呢 我沒有看說明書 我就直接一點點電的情況之下呢 我就直接設定了密碼 還好它讓我完成了這個任務 不然我都不曉得該怎麼辦 那如果以後你去買這個硬體設施的 硬體的東西呢 我建議你還是充電8小時之後再開始使用 好,那我們就直接 我直接做一個交易的測試 就是說我直接從交易所 然後轉到這個SafePol的冷錢包 我們看可不可以成功呢 然後再將這個冷錢包再轉回去交易所 今天所要做的分享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好,那我先進去我的 看一下 我先進去 OK,我先進來我的BitPro的交易所的資料 OK,我先進來我的BitPro的交易所的資料 OK,我點一下錢包 指紋辨識 好,這裡呢 我們可以看到我的在BitPro裡面的交易所 我總共有資產總共有2800 那台幣沒有 我有TRX 那有USDT 這邊要大概跟大家交代一下 就是說 如果你是買那個穩定幣的話 你要轉到這個SafePol的冷錢包 或熱錢包的話 它需要TRX這個幣呢 來做一個瓦斯費 OK,那其實是很便宜的 你可以買個台幣500塊到1000塊 這邊留著 好,那 OK,那我們現在就來將這個USDT 轉到我那個SafePol的冷錢包吧 我們來看一下具體的操作過程是怎麼樣 好,那我就來做一個提領的動作 好,就點提領 好,那 OK 然後我要提領的是 穩定幣 USDT 這一個 好 OK 我知道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有幾個選項 你錢包的類型 你要記住 你是要選擇TRC20 因為它的錢包的類型是這個 你千萬不要弄錯 弄錯的話 你的錢可能一去不負吧 好,就點了一下 那我要提領到這個 我點一下常用地址 我應該有存吧 我看一下 OK 我沒有存 好,那我就直接到 我的冷錢包來 我再點一下 我的冷錢包 等一下 到首頁好了 然後再點一次 好 我去打開這個軟體 這個APP 好 指紋解鎖 好 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有下載這個熱錢包 因為同時我也有冷錢包 所以這邊有兩個 兩個帳戶可以去做一個切換 好,那我現在要切換到硬體錢包 好 我們進來這個硬體錢包來看 我們看一下 我這邊的 OK 這邊是 OK 看喔,要注意看喔 這邊是 ERC20 OK ERC20 那這個是 TRC20 我是要轉到這邊來的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好 好 那我要選擇收款 對不對 好 那我先要去複製這個地址 好 複製成功 那我現在要跑到Beatle Pole這裡來 OK 好 那我要選擇提領到這個柱子 好 那我就貼上 然後呢 我們就 等一下 要轉多少呢 我們就來測試一下 我就轉最小為10 10 10塊 美金 泰達幣啦 OK 那我就轉了 那我就轉10好了 OK 怕等一下轉錯 錢一去不復反 呵呵 應該按一下完成 好 那我就 提領 我就存10塊的 呃 泰達幣到那個 Sephole的冷錢包 那我就選擇提領 OK 再按一下指紋 還差一步 哦 特過Mail OK 稍待一下 OK 那完成了 那 可能要等個兩三分鐘吧 OK 那我先跳進來看 會不會秒數就達到呢 看一下 OK OK 它停留在這個畫面 那我們切回來 這個是 冷錢包 好 再往上移一下 我們看一下這邊 目前還是1塊錢 我剛剛轉了10塊錢 等一下 收款 收款 OK OK 進來了 停了 那其實今天主要的示範是要示範就是說 它 冷錢包的好處在哪裡 就是說你轉出去的時候 你要去掃一個二維的動態的密碼 那這可以確保就是說 你的錢呢 不會被駭客 駭客 駭出去 那因為 除非它就拿到你的那個冷錢包 實體錢包 否則 它是不可能轉出去的 所以我覺得還是蠻安全的 我們來看一下整個操作的方式 那現在就是我要把它轉出去嘛 好 那我要轉出去 我現在就要去我的Beatle Pro裡面來看一下 好 我要直接將那個TRX又轉回來到我的Beatle Pro裡面 那我TRX我要做一個加值的動作 我看一下 OK 那我就去複製這個我的錢包 OK 就複製 OK 就複製 好 那 我就回到這裡來 Set Paul裡面 那我就要去 轉帳 然後要轉出去了 貼上地址 貼上 OK 然後金額呢 全部 可用餘額 OK 那我就要選擇下一步啦 這時候就要可能要啟動 啟動到我這一個冷錢包啦 OK 然後就按下一步 嗯 喔 一定了 OK 然後我就按取消 那就不要全部轉出去 我就轉個 100好了 下一步 OK OK 我就按轉出 驗證我的指紋 好 這時候重點來了 重點來了 就是 我們看一下 他說 我要使用那一個 冷錢包去掃這個二維碼 好 那我們就 這個是冷錢包 那我們就把它打開 坐一下 欸 打開打開 嗯 OKOK 好 開機中 那就寫掃一掃 好 就掃啊 那 大家要注意一下 這是一個動態的二維碼 我就按 對準 然後就按 OK 出現了 他出現說 100 OK 我要送出去 對不對 那我就按 OK 接收方 好 接收方 對焦對焦 那我就按 OK 喔 PIN碼 我就不能給各位看啊 好 PIN碼 輸入好了 我就按一個 OK 好 這時候呢 我就按我手機的下一步 它會要求呢 我的手機要去掃那個冷錢包的二維碼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二維碼是一直在跳的 好 我來對一下 手機 OK 其實它要連續掃八個二維碼 OK 那我就按確定 我就傳播出去 那這時候呢 我的B2 Pro就會轉出去了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就是說 其實啊 在這個冷錢包的使用呢 其實是非常好的 對不對 因為 除非它拿到你的實體錢包 否則你的錢就不太容易被 被偷出去 被盜出去 所以呢 我建議呢 就是說 假設呢 如果你有一定的金額 OK 你想去長期持有你的加密貨幣的話 我會建議你去買一個冷錢包來使用 會相對的安全 那你不一定要買這個牌子的 那 這個牌子 你可以先去試用它的熱錢包 先玩一下 那據我所知呢 這個汁 它的資源是 幣種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其他的冷錢包 大家都知道哪些比較有名嘛 大家可以去互相一個比較 好 那今天主要的分享就是到這邊 那如果覺得這個對你有所幫助的話 還幫忙 支持 訂閱 點讚跟分享 好 謝謝各位 OK OK 喔對不起 我應該還要去 跑到那個Beatle Bro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那個 100個那個TRX收到了沒有 好 揮一下 打開打開 嗯 OKOK 開機中 那就寫掃一掃 然後就掃啊 那 大家要注意一下 這是一個動態的二維碼 我就按 對準 然後就按 OK 出現了 它出現說 100 OK 我要送出去 對不對 那我就按 OK 接收方 好 接收方 對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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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按 OK 然後PIN碼 我就不能給各位看啊 好 好 PIN碼收入好了 我就按一個OK 好 這時候呢 我就按我手機的下一步 它會要求呢 我的手機要去掃那個冷錢包的二維碼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二維碼是一直在跳的 好 我來對一下 手機 OK 其實它要連續掃八個二維碼 OK 那我就按確定 我就傳播出去 那這時候呢 我的B6 Pro就會轉出去了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就是說 其實在這個冷錢包的使用呢 其實是非常好的 對不對 因為 除非它拿到你的實體錢包 否則你的錢就不太容易被 被偷出去 被盜出去 所以呢 我建議呢 就是說 假設呢 如果你有一定的金額 OK 你想去長期持有你的加密貨幣的話 我會建議你去買一個冷錢包來使用 會相對的安全 那你不一定要買這個牌子的 那這個牌子 你可以先去試用它的熱錢包 先玩一下 那據我所知呢 這個支 它的支援是 幣種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其他的冷錢包 大家都知道哪些比較有名吧 大家可以去互相一個比較 好 那今天主要的分享就是到這邊 那如果覺得這個對你有所幫助的話 還幫忙支持 訂閱 點讚跟分享 好 謝謝各位 OK 對不起 我應該還要去 跑到那個B.W.B.L.O.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那個 100個 那個TRX 收到了沒有 好 我們來點一下 好 我來記入我的錢包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的紀錄 喔 喔喔喔喔 不是這個 可能會慢一點 喔 應該是 看一下 加值 那 OK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個 我的TRX OK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我剛剛去轉進來的 轉了100 OK 所以 OK 硬體錢包就是這麼簡單 而且非常好使用 那有需要的人呢 可以自行上網購買 OK 去保障你的 加密貨幣的安全 雖然 不管錢多 錢少了 或多或少 那多的話 你真的需要一個硬體錢包 那少的話呢 許大於2000塊 我也建議你 長期持有用 硬體錢包 就這樣子啦 謝謝各位 最後 謝謝您的觀看 如果這視頻 對你有任何幫助的話 還請幫忙 訂閱 點讚 跟分享喔